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女帅哥们 帅哥们 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热情 看一下你们的鲜花好吗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角在哪里呢 我看到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直播间 我们的主角在哪里呢 有朋友说主角 你说这样 我跟你讲啊 现在一定要看一下一号卖的马甲 大家小心行事呀 太危险了 所有的朋友嘛 所有的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嘛 拉一下你们的关注呀 为我们这边呢 加一下你们的人气哈 好了聊了这么久忘了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今天的这个生日活动主持 我叫琪琪 感觉 感觉下面爬着这么多人 很舒服很爽哎 看不见我 今天不是看我 今天看寿星 我公公的寿星现在在化衣服 哎你们说今天寿星会会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出来 让我们大薄眼福呢 会不会是那种吊带的抹凶的 别给你 不好吧 其实我也想粉色的 其实没有关心露点就行 我跟你讲啊 人家说在YYG有够闭火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寿星会不会给火一次啊 但是火的时候你 千万不要在场的兄弟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点举报了啊 因为我太见过太多这样狗的人了 又想看 晚上又喜欢举报 话说我们家的VT能不能 呃就是稍微透露一下 稍微透露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小鹿什么时候过来呢 让我们有点准备好不好 等他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满庭生日快乐 好不好 哦 这个你发的是小鹿的这个照片是吧 来宝贝们来索一下屏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下小鹿的这个照片 感觉很有货哟 看到没有 你们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很有货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关系 等会呢我们就看真人 怎么可能没有视频呢 没有视频能叫直播间呢 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下 今天是寿星的生日 那不得好好大办一番呀 对不对 不得让你们眼前一亮啊 然后刚刚有宝贝说我的飞机场 没有我的飞机场 怎么凸显出我们主播的大 大什么 你猜 这种事情能随便告诉你吗 有个宝贝好牛蒙的说大大 亲手 不是你们你们这么坏 你们家人都知道吗 不是我们的VP大人我们的VP大人你能不能稍微告诉我们就说主播大概在多久能过来呢 给我们一个像行不行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在这边呢好好地等候一会 这谁呀 哎你们看到了没有宝贝吗 等会我们把音乐先暂停一下 怎么样 漂亮不漂亮不漂亮 主播的生日快乐呢 小鹿生日快乐 公平飞一下 很漂亮的主播有没有 既然这么漂亮 这直播室通知你们是不是应该勾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中间舞台啊 有一个直播室通知我 来大家点一下勾勾 这么漂亮的主播想不想娶回家做老婆 今天就看谁风头比较大了 完了完了主持人突然间有点 有点淡淡的忧伤我 我回去得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这是他们的基因问题 还是我长得没把我喂好了 我突然间低头看了一下我 一看就看到了我的脚 主持人真的非常漂亮对不对 没有白带你们来 没有白等对不对 对你又走一走了 有宝贝说看到了胸毛 你从哪看到的 你从哪看到了胸毛 你的眼睛这个 你的眼睛咋回事呀 有人说我得大点了 不能 我大了你们受不了 好的接下来这个时间啊 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的兄弟啊 把我们的主播的这个直播室通知点一下 勾勾 然后呢把小鹿的这个关注先点一下 然后小鹿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你啊 然后呢我们在场的黄马兄弟 这个给我们这些要马甲的朋友上个马甲 手里有外币的朋友啊 可以送年礼物给我们的主播祝他生日快乐好吗 好的这边呢有一个朋友说要送一首歌叫小小的朋友小小的朋友在吗 如果再的话倒一下二卖好吗 主播 主播开不了麦是不是 主播那这样子吧 主播开不了麦 主播能听到我说话吗 主播能听到我说话呢 可以听到我说话 主播你给我们所有的宝贝卖个门好不好 卖个门的话 我们就让我们先乐呵一下好吗 这么漂亮 对 主播给我们卖个门好不好 说不了了 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 就交给我们的小小二卖的小小 然后送一首歌给我们的这个主播啊 那个小小的麦可交给你哦 嗯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那个小鹿的生日夜会 然后希望大家在这里玩的开心吧 然后有一点小紧张 然后送给大家一首 我们太飞自己的歌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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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年轻漂亮 好美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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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这小人也有个英雄梦 随着领寒太后而把那九州顶 风在萤州紧着这太妃的历程 我的歌声飘过来唱着太妃梦 这首的平道万个王就是小浪仔 日日夜夜守护着这个家族中 年少的小情歌浪尽那毒蛤蕊 笔挂金时的枪支完全开在眼中 无论是在那的带不降游客 我的队伍像太阳穿过太妃梦 一阵一阵太妃梦吹着我心动 太奔演的追求永远不停 一曲一曲太妃歌唱